大家知道在1960年前后 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 是吧 那个时候饿死的人以千万计 可是那个时候谁来问责呢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政府也救了灾 是吧 有一些人没饿死 没饿死你就要 感激提灵 是吧 文革时期专门有一个样板戏 是反映那段历史的 其中有一段唱词就是 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 是吧 领袖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 更比海洋深 是吧 好了 你得到个馒头 这个恩情就是比天高比地厚 那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馒头饿死了呢 饿死了也怪不了谁 那叫自然灾害 是吧 那个谁也不会为这个事情负责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是吧 政府做的任何事情 你要感恩 政府不做 你也没办法 就在那几年 这个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情 是吧 1960年 是吧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报道 叫做为了61个阶级兄弟 是吧 当时啊 中国有一个大工程 叫做三门峡水库 是吧 大家知道三门峡水库 当时有条配套 配套的公路 叫做丰南公路 这是国家的一项工程 为了修这个工程 国家是无想无偿的征调了呃呃很多劳动力 是吧 呃 实际上这个无偿征调老百姓干活 那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常见现象 是吧呃 这种人就叫民工 但是这个民工和我们今天讲的农民工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吧 我们讲的农民工是是自己跑出来打工挣钱的 那个时候的农民工其实说简单点就是摇曳 是吧 就像那个呃 孟江女他老公去修长城一样 那是为政府白干的 是吧 那个那个 当时呃呃 征调了很多民工在修工路 而就在工地的一个政府办的工地食堂里头发生了一起恶性中毒事件 是吧 有人投毒结果61个人中了毒生命垂危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当时是不通工路的 是吧 因为正在修工路嘛 是吧 如果通工路就不会要修了 那么呃 这个急救药用运不进来 是吧 于是有关部门呃就下令出动飞机空投这药 是吧 结果这61个人就没有死 是吧 但是啊呃 后来到了20多年以后啊 那个报道呃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啊 更深度的报道出来 说这61个人呢 其实大部分都有了严重的后遗症 是吧 其中有很多人后来是死的很早 有很多人都后来残废了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没有死总是一件好事 是吧 可是这个事情呢 当时曾经把当地的政府吓得不轻 是吧 当地的那个平路县政府 当时在这个事情爆发的时候 当时是严密封锁消息的 因为怕老百姓呃 来问责 是吧 呃就就就下令不准报道 可是后来当时新华社的一个人 跑来啊 一看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呢 这个事情正好是让老百姓感恩的 那个你们干嘛要封锁呢 去宣传救人 是吧 于是哦 那些平路的那些人 哎呀 慌然大悟 还是北京来的人有水平啊 是吧 于是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啊 变成了一个大喜事 是吧 然后说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 党和政府就 就了这61个人 是吧 哎呦 感恩敌礼 然后这个事情啊 不仅写成了 那个报纸上连续四个版的 呃 那个长篇通信 而且很快变成了电影 戏剧 连环画 小说等等等等 铺天盖地 那个时候 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头都有这个事 是吧 其中就还有这样的词句 是吧 说那些 说那些啊 那些 那些中毒的那些民工啊 那个那个 他们的家属 看他们 呃 这时候啊 都感谢政府 是吧 呃 说是啊 咱们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 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党和毛主席 真是咱们的贴心人了 还有一句话是 毛主席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 小字儿 毛主席才是你的亲爹娘 我不是的 但是大家想想像这样的事儿在一种正常的条件下会怎么样呢 是吧 大家要知道 在正常的条件下出现61个人中毒的恶性事件 政府处置 那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处置不利 就会受到严厉的谴责 何况这些人不是在家里中毒的 这些人之所以中毒是政府把他们无偿调来服劳役的这个过程中中中毒的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难道是一般的公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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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食品事件所能比的吗 是吧 我们就不说西方人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就中国传统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大家只要想想孟江宇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是吧 孟江宇她老公 是吧 是被秦是被那个秦的政府调到去修长城 而死的 是吧 其实她死在长城上 那个传说也没有说她是被秦始皇害死的 是吧 但是所有的人都归罪于秦始皇 是吧 这个孟江宇 是吧 哭了一顿 据说是哭了三天把长城都扑倒了 一个孟江宇就把长城扑倒了 如果61个孟江宇会怎么个样子呢 这61个人没有死 没有死 那不是你理所应当做的吗 没有死 人家就应该感谢你吗 是吧 那么这些人都得了后遗症 这些人该不该索赔呢 是吧 当时是没有人提这个事儿的 是吧 你要知道假如他们是在一个企业里头 是吧 假如是在一个企业的食堂里头发生61个人中毒 是吧 落下了后遗症的这个事儿 在今天我们会怎么样啊 这个企业难道不能难道能不承担赔偿责任吗 难道大家会感谢这个企业吗 是吧 何况老实说 在进入企业干活 那还是我们自愿选择的 既然是自愿选择的 是吧 那当然你就要对这个选择 你也要承担责任的 可是这个丰南公路 那是一种强制性的劳逸啊 是吧 那根本都不是那些人爱去的 是吧 那是你通过政府行为把他们征伐去的 是吧 那么你征伐去难道不为他们的那个生命负责吗 是吧 像这样的事儿 都要老百姓感谢 是吧 我觉得如果 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现在发生的话 恐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是吧 恐怕就得安排赔偿 是吧 而且这些人不死也不会认为是承受了多大的恩情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什么叫做责任呢 所谓责任就是说 你必须要做的 你不做就该受惩罚 你做了 也不能索取什么感谢 这种东西就是责任 是吧 比方说 我们作为一个公民 纳税是我们的责任 是吧 你纳了税 是吧 大家不需要感谢你 但是如果你不纳税 是吧 那么你可能就要 就要犯那个 是吧 那个那个逃税 或者 那个那个漏税的那个那个那个罪行 是吧 就要受到惩罚 这和 慈善是不一样 是吧 慈善 那是 你做了 大家应该感谢 你不做 也不能问责的 是吧 慈善是你的权利 但是纳税是你的责任 那么对于公民而言 纳税是公民的责任 对于福利而言 福利就是政府的责任 是吧 如果政府给你做了这个事 你是需要感谢的 而政府如果不做 你是不能问责的 那么这样的国家 当然就不是福利国家 希望证明 是给你做的 还是要换了